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 网络流传 饭后喝冷饮会让肚子变得像冰箱中的猪油 牛油一样 肠胃里会有一块块蜡烛般的凝固油 可能会致癌 呼吁饭后不要马上灌冷饮 最好喝点热汤或温开水就好 但营养师澄清并不会发生凝固油或离癌的情况 顶多就是冷热交替刺激而造成肠胃不适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营养师主任苏秀岳表示 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生理反应 因为人类是横温动物 就算喝冷饮进入体内后 也会变成跟身体一样的温度 并不会出现凝固 强调离癌主要原因是吃太多红肉 加工制品且蔬菜摄取不足 而非饭后喝不喝冷饮 苏秀岳指出 对于吃饭要不要搭配饮品 搭配什么饮品 主要是个人饮食习惯 但若是喜欢饭后来一杯含糖饮 可能会造成热量摄取过高 万一小朋友边吃边喝 则是担心会不小心呛到 或是因为补充太多水分 造成正餐的食物吃不下 恐影响营养均衡 董事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副主任陈醒和也说 饭后喝冷饮可能会冷热交替刺激而造成肠胃不适 但不至于致癌 不过若搭配含糖饮可能会导致热量破掉 选择咖啡或茶类则恐有胃食道逆流的风险 因此建议喝温温的白开水最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